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什麼叫做互聯網裡面的公域流量 以及叫做私域流量 如果這樣說這兩個字 大家會覺得很難去理解 尤其是在電子商務有很多新的名詞 令到那些人看到都一頭冒水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並不是你想像得那麼複雜 只要你好像以前我們讀書 以前讀書我們經常都用一些異人法 即將桌子等等又變成人 將動物又變成人 其實你將一些東西簡單化它 你就會想得通 電子商務其實就是講線上的商譜 你將它變回做線下的時候 你會怎樣想呢 當回一家人實體店的時候 你就自然想得到 什麼叫做公域流量和私域流量 那做一間線下的店舖 如果你是未做過生意的 那你一定是想找一些很旺的舖 很多人流的舖 如果你沒有資金問題的時候 一定是可能在彌敦道找最旺的地方 去開你的舖 為什麼呢 就是為了流量 其實在線上都是這樣的 你找一個很多人瀏覽的平台 例如抖音 例如百度 例如快手 有很多人瀏覽的 如果你的招牌 喜歡線下這樣 你的招牌 打得很漂亮 門面打得很漂亮 你的餐牌 擺在門口擺得好看的時候 那些路人就會停下來 去看一看 然後有興趣的 可能會進去看 賣東西就去看一看 拿些貨物看看會不會買 或者吃東西的人 可能進去去叫食物 那你都是在抖音裡面 引了人進來的時候 有瀏覽量是沒有用的 你要是關注 或者是加了你是朋友 你才是有價值的 因為這些才有機會 是成為你的回頭客 那剛才所說的 我在大街裡面 無端端進來的 這些就是公域流量 那其實我們靠 跟它去互動的 我們這些叫做公域的社交 那 我們一定要把它轉化到 去自己的群組裡面 那群組就包括什麼呢 就是可能是微信群組 可能是朋友圈 可能是自己的網店 或者是單對單的微信 那時候呢 你就可以將它 由公域 就轉成是私域的流量 那就是好像一些 舊區裡面 開了很多一些市多 你是變了 你又跟它是一些很熟的熟客 那那個黏度是很高 因為他們已經差不多變成了朋友 買東西整天都會經過它 那 所以呢 如果要去經營的時候 就一定要希望 盡量將那些公域的流量 轉到你自己的體系裡面 就變成你的私域流量 還有呢 就是用私域的社交 私域的社交 就跟公域的社交不同 其實很簡單 做公開演講 和你三五個人 圍埋自己去談 那個講話的說法都不同 Public speech 和閨密去講話 是兩回事 那很多人想去做網紅 或者是將一些貨物 就是去做推銷 或者是叫做推廣的時候 都是要想辦法 將公眾流量 轉做私域流量 那麼李佳琦 Miria 他們就很成功 就以前由公域流量 轉到私域流量 那麼那些品牌 也是好像元氣森林 也是將 用時間去鋪排 那麼這個時間的鋪排 在內地的術語 就叫做種草 就是做一些品牌的枯化 變成了私域流量 變成了私域流量 才可以做銷售 在內地的術語 就是叫做割韭菜 這個就是講公域和私域 其實銷售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工芯 如果你能夠跟他做到朋友的時候 你很容易是賣到貨物的 那麼那個回頭率 和那個closed deal 就是做到成交率 就是非常之高的 曾經在網上出現過一句語言 就是有些網友說 我就當你是朋友 你就當我是流量 那的時候 就是說 我就當你是朋友 你就當我是商品 那時候 你其實是失了民心 失了大家的信任 今天想講公域和私域流量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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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